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是说我分析到他们都不懂我在分析什么的话 那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做的 我最主要呢我是发现我身边的可能好多的朋友 或者是说一些网友们 他们还很新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张图要怎么样分析 怎么样去看 所以我会以最简单最容易明白 少用这些专业词去分享给他们知道 我的整个的这个分析是怎么样 所以好在他们好像在跌了之后还是涨了之后呢 来看一看我的影片 知道就是接下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 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这个准确 但至少说他们会知道 接下来的走势大概会是这样 因为我的影片呢最主要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价值 而不是投资的建议 好吧 如果你是认为我的影片没有帮助你的话呢 那你没有必要就是在我的这个留言区留言一些 就是攻击性的话 真的是谢谢你们哦 谢谢啊 好那这一期影片呢是分享关于比特币 好那我就继续这个天图 那我们看到这个天图呢 它没有突破我的这个很强的阻力格子 也没有跌破我这个很强的支撑格子 那也意味着呢 它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这样 继续的横盘在这里 那它横盘会是多久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我现在继续分析 它没有办法突破呢 它就会往下的回调 而且我上一支影片也有讲到就是说 它的这个RSI还有MSCD呢 都是往下的 都是下跌的 那我们就继续看 这个EMS舌和Earth都还没有开始交叉的 所以如果它没有突破这个紫色的格子的话呢 像我刚才所讲的 继续的这个横盘 继续的就是这样 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时段的 我们看一个小时 那我今天呢 有给会员就是知道 我它这个啊 上行趋势线啊 在一个小时的跌破的话呢 那我们就能看到 就是它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我们呢 有在这个位置做空了 那之前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看它这个上行趋势线 那如果它跌破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空 那很多人就不知道 那它的这个目标价位啊 会是多少 如果我在这里做空的话 所以目标价位呢 其实就是这样去计算哦 这样去找出来 你看 所以这里呢 它跌 它的目标价位呢 会在这里 所以它是有达到它的目标价位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空了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目标价位会是多少 那它的目标价位呢 会在这个38149 可是呢 我们就在这里 就已经是拿了引力 那为什么在这里 我就拿了引力呢 因为这里哦 你看 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支撑啊 看到吗 所以它很有可能呢 会在这里 一段时间 因为这里是一个很强的支撑 如果它是成功呢 可以跌破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的 就是看跌 好吧 来测试这个三角形哦 这个是小的 这些都是小的 你看 大的话呢 是这样的 这个呢 是整体是大的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它没有突破这个格子 现在开始下跌 测试嘛 那我们也看这个 比较大的四个小时 我们能看到就是 现在它短期 它会下跌 那如果是说 以比较中期来讲啊 那比较中期来讲呢 它会可能下跌到这个位置 然后它再继续的上涨 这里 所以它会这样 下跌 跌了之后呢 然后它就有可能继续的上涨 这一个呢 就是接下来比特币哦 会走的 所以刚才你看一个小时 是不一样操作的 当你再看四个小时 你就看到比较大了 刚才我在这个一个小时里面画的 这个三角形 你就觉得就很多了嘛 那其实这里的盈利呢 都蛮不错的 你懂吗 短线操作的话 那所以呢 以中线来讲哦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如果它没有跌破的话呢 它还是会继续上涨的 除非它跌破 我们现在能预测就是 它会继续跌嘛 如果它是跌破的话 那它就会继续下跌 好吧 它就会继续下跌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 最主要的是 它现在继续的下跌 这里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支撑点 所以它如果是没有跌破呢 它整体是一个上行通道 所以它就会继续的 就是上涨 就看它能不能突破 这个紫色的格子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你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不错呢 给我一个赞 谢谢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